不管是大陸籍的配偶或是外籍的配偶 他来到中华民国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那当然跟我们之间是血脉相连的 他们在这里他们也有医疗的需求啊 然后他们在这里生活上面 他们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 所以应该是陸籍的配偶跟外籍的配偶 这个部分要有一致性 那如果在医疗量能上面会有所压缩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去思考 在医疗资源上面 我们能够提供医疗体系更多的预算也好 协助也好 让这个医疗他不会太过于紧缩 国民党听不见民意的愤怒吗 如果陆配要放宽 那么跟外配的相关条件 是不是也要拉齐一致才是平等呢 过去这样一个提案 国民党就已经提出过 当时有民进党作为国会多数政党 能够成功的阻挠 但是现在的新国会 国民党到底还要蛮干到什么时候 无论如何 对于这样一个陆配缩短入籍年限的提案 国民党将它列为优先中的优先 我们非常的遗憾 对于缩短中配入籍年限的提案 我个人是倾向保守的看法 因为这不仅涉及国安的问题 也有我们健保医疗的滥用问题 现在很多的中配 他们的家人都来台湾医亲 法令上它是可以使用健保的 人力极度不足的情况 光是应付现有台湾医疗就医的人 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那这个时候就看到就是说希望增加 或者是说缩短 让更多人可以到台湾来 很多人当然就会有担忧 我是觉得医师认为这个排挤到医疗量呢 那请问针对外籍配偶的部分 那是不是也要比照中国大陆的配偶去做线缩呢 不可能嘛 所以今天既然不管是大陆籍的配偶 或是外籍的配偶 他来到中华民国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那当然跟我们之间是血脉相连的 他们在这里他们也有医疗的需求啊 然后他们在这里生活上面 他们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 所以应该是陆籍的配偶跟外籍的配偶 这个部分要有一致性 那如果在医疗量能上面会有所压缩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去思考在医疗资源上面 我们能够提供医疗体系更多的预算也好 协助也好 让这个医疗他不会太过于紧缩 而不是反过来去排斥 已经是台湾人的这些陆籍配偶说 所以你要更久以后才能当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确定有这个陆籍六年缩短完四级会列为优先法案 这是确定的吗 我当时看到在这张的优先法案提案表里面是有的 那我个人也非常的支持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讨论了相当多年了 那陆籍的配偶他们也一直不断的都在争取 那其实没有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对他们不管在就医或者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都有一些困难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呢 比照这个外籍配偶的部分 那可以尽速的来通过 OK 好 谢谢 国民党的优先法案出炉了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福国立民的法案 反而等到了充斥着高度争议性的政治法案 就包括要修法将陆配的入籍年限由六年缩短为四年 这样一个高度争议的法案 快速的引起民意的炸锅 网络社群快速的串联反制 国民党听不见民意的愤怒吗 我们也要问国民党 现在是推动这个法案适合的时机吗 当我们看到中国 不论在海上或是空中 都强行的蚕食侵吞 步步进逼 要模糊甚至接收台湾的管辖权 国民党为什么偏偏要在此时此刻 推出这样一个伤害台湾人民情感 而且破坏国家安全的法案呢 第二点 如果陆配要放宽 那么跟外配的相关条件 是不是也要拉齐一致 才是平等呢 陆配现在是唯一享有 可以依亲的特权的族群 而同时陆配也是唯一一个 申请入籍台湾 而不需要放弃他本国国籍的国家 如果国民党要修法 那一并的就将陆配 跟外配的条件拉齐一致 我们来把配套好好地谈清楚 而不是为中国的陆配 开了另外一个特权 开了另外一扇大门 当然过去这样一个提案 国民党就已经提出过 当时有民进党作为国会多数政党 能够成功地阻挠 但是现在的新国会 国民党到底还要满干到什么时候 我们也要密切观察 民众党是不是在这个议案上 跟国民党站在同一边 跟中国站在同一边呢 无论如何 对于这样一个陆配缩短 入籍年限的提案 国民党将它列为优先中的优先 我们非常的遗憾 我们也希望社会来强大 来扩大反制的串联 让人民的声音传达给国民党 来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 对于缩短中配入籍年限的提案 我个人是倾向保守的看法 因为这不仅涉及国安的问题 也有我们健保医疗的滥用问题 现在很多的中配 他们的家人都来台湾医亲 法令上它是可以使用健保的 而且这样子如果大幅的放宽 我想会拖垮台湾的健保 而且现在的时机很多国安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要重视 所以有很多面向需要考虑 这个提案我个人是持反对的态度 我是台中的胸腔外科医师杜成哲医师 针对就是我发起联署的议题 就是入籍年限缩短的问题 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 任何国籍的民众在台湾 如果说他有他居留的身份 他也有健保卡 那我自己也治疗过很多 包含是移工的家人 或者是他们的 比如说像是外派的工作人员 对我来说我们医疗上都是一视同仁的 但是这个缩短年限的问题 在医疗圈 我自己的认识跟不认识的一些医疗同意都引起一些讨论 那大家最主要的考量就是说 其实目前台湾的医疗人力已经非常紧缩了 那大家也都很烦恼 就是待遇跟这个福利 还有也就是这个休假的部分 不足够的情况 那人力极度不足的情况 光是应付现有台湾需要就医的人 就已经非常吃力 那这个时候又看到就是说 希望增加或者是说缩短 让更多人可以到台湾来 就是去一起共同共享 这样子的这个医疗资源情况 很多人当然就会有担忧 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这样子